我现在正在西藏公路旅行 这一次我的目的地是日喀泽亚东县 亚东藏羽为卓木 意为玄谷或多基流的深谷 这是一个三国交界的县城 它的地形就由同一把利剑 嵌入在印度和布丹王国之间 从江兹县城出发到亚东县 距离214公里 驾车需要3个小时38分 途中还会经过几个小众景点 这里是叫做马不错遗址服务区 从江兹县城过来已经跑了100公里了 这里离亚东还有129公里 这个服务区同时也是219国道的终点 5000公里处 这里是马不错遗址的纯铜雕像 上面的内容是反映了当时藏人的生活状态 完全是一个原始人的生活状态 我在219国道5000公里处很想你 这边是一座服务区大楼 但是好像没有开放 确实是大门紧闭 我要继续往亚东方向走了 还有129公里 需要2个小时 多庆错国家湿地公园 多庆错他们也叫做多庆错国家湿地公园 多庆错就是感情的琴 这上面堆满了小石头 当地叫马女堆 它整个湖面的面积是有150万亩 非常的巨大 后面这一整排雪山是叫做卓木拉日风 在当地是把它叫做圣女风 它的海拔是有7350米 是珠木朗玛峰的姐妹峰 这里风好大 远处的雪山已经跟白鱼是融为一体了 这里的气温又低了好几度了 大风一刮的话 好像在吹一台大空调一样 非常的冰冷啊 多庆错和我之前到过的阳酌庸错 是有一个明显的差别 你看它这里的湖水和草地 它没有明显的分界线 就是说中间它没有形成一个小的沙滩 这个草就是直接长在水里了 这里离亚东县大概还有60公里 继续往前走吧 需要一个多小时 到了曲美雄谷抗阴遗址 这里的海拔是4560米 这里还有一块纪念碑 曲美雄谷抗阴纪念碑 在这里还特别建了一个纪念馆 这个抗阴指的就是在清朝的时候 1902年到1903年 这是一面土墙 这上面有很多孔 难道这些就是弹孔吗 进来这个玻璃房子里面 感觉到特别的门热 在外面就十分的凉快 还有另外一块纪念碑 而且它是一个大门的形状 上面那个好像是太阳的标志吧 我相信原来这里应该是一座建筑 那么现在就只剩下这两面墙了 都是这种土机墙 哇 出来外面完全又是另外一种天气了 非常的凉快 卓木拉日海拔7600 这里也是一个停车区 刚好可以看一看这边的雪山啊 这里比起多庆错 又可以更加的靠近卓木拉日雪山 你看就在前方的不远处了 现在感觉这个乌云呢很低 下起了雨了 卓木拉日雪山一年四季的景象 风这么大的天气啊 还是会有一些藏民过来转塔 这里距离亚东线还有60公里 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我这么想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大家看一下我今晚住的房间 310块 这里的住宿确实是挺贵的 相对于它的价格来说 那么这里的设施稍微有点成就 不过总体上来说还是可以 趁现在天气还可以 出来亚东县的县城走一走 刚刚我来的时候还是下着雨呢 旁边有一条河流叫做卓木马曲 这条河流是南北走向的 先从亚东这边留到了布丹 然后再留到了印度 这座亚东县的县城绝对是西藏地区最窄的一个县城了 有多窄呢 等一下我们到了城区就明白了 这路边上还有一座雕塑 这里写着南亚通道美丽亚东 我曾经到过云南最窄的一个县叫做延津县 但是我感觉这里比延津县还要更窄 连自驾游过来的朋友 都没有一个很好的驻车地 这个县周边都是山 几乎没有平地 它的整个县城也是呈南北走向 越往南它的海拔就越低 这里海拔最高的地方大概在4000多 然后海拔最低的地方就是1600 所以说它的南北海拔相差了2000多米 这里载到连人行道都是放满了车 所以说行人都要走马路这边了 我住的那家酒店是在县城的北面 是一个比较偏的地方了 我主要是觉得那家酒店比较好停车 如果是选择在城区里面的酒店 停车位就会特别的紧张 有些还是那种地下停车位嘛 所以我的车是限高下不去 旁边这条路是叫做成东路 是亚东县城的主要街道之一 那么这里城区的海拔 大概是在2800到2900左右 这绝对是我走过的最窄的人行道了 它就只有一条芒道 看来在这个亚东县城做生意的还是 四川人还有重庆人比较多 连万州烤鱼都有 青春需要冲动 开车直达亚东 这下面是一条步行街吗 看样子是有点像 用竹子编的香包 哇 好多大的胡子 像有些就是印度风格的了 你们这家店都是卖印度的东西吗 对 就是杯子 碗 印度风格的有没有 印度的没有 只有布丹的 木碗 这个是什么木头呢 它是用藏鱼价的话 它叫冰渣 冰渣 对 哦 木碗 它是木碗 这个多少钱啊 一个 这个喝茶呀 对 这些就是印度的了 这什么东西啊 香 下面的也是香咯 散的 像这个小桶是有什么作用呢 对 然后那个里面那个所有的铁花了之后 不是有一个垃圾吗 嗯 相当于是垃圾 或者是供佛的时候有一个 哦 小型的供佛的那个垃圾桶 哦 明白了 这里的街道还允许当地人在 人行道上摆摊 有卖一些当地的水果啊 特产之类的 这一个位置是亚东县人民政府的办公大楼 他们允许外地过来自驾游的车辆停在这里 你看一台房车 还有很多人在大帐篷 所以说它这个停车场就是开放给自驾游的这些车辆 就是因为这个县城没有一块好的驻车地 所以就把政府大院开放给外地过来自驾游的那些游客了 这也展示出当地的政府是相对来说比较开明的 理解外地过来的这些自驾游的游客 停车不好停 我现在又回到酒店了 这一次来到亚东 原本我是打算去一趟奶堆拉国门景区 也就是跟印度的交界处 这个景区它是需要提前一天预约的 这个预约你可以预约坐他们的大巴过去 也可以预约自驾过去 我是昨天预约了自驾 然后后台就看到显示是成功预约了 但是仍然是把你分配到坐他们的大巴进去的那种 然后今天我就听到这个酒店的前台跟我说 他说明天你上车的时候会有工作人员把你的手机收起来 也就是所有去参观的游客的手机都是要收起来 也就是说全城是不会让你拍照的 更别提拍视频了 再说了这个国门景区就是一个国门 周边连一个商店都没有 所以我就打算不去了 就在这个酒店好好住一天 明天早上起来之后吃一个早餐就离开这里 以下移舍短地 以下移舍短地 小鸣粻